華山地区順匯醫療服務到現在已經有八年時間了 有後改靠了平衡中部的就醫困難的問題 在你疫情的這段期間 這項服務也考慮到其民出國接觸感染的問題 所以有完事照相辦理每個禮拜的看見服務 讓民眾監視出國的機會 當時也顧到平衡中部的健康 華山地区的順匯醫療服務 開辦到這已經八年的時間 華山也已經變成地方的醫療中心 大家對這裡很困難醫生的好技術 來到這邊也是出米頭尾 給上關懷的好機會 那結果有辦法變得好嗎 對對 改靠了很多 醫療以前的這段期間 這項服務也可能到其民外出接觸感染的問題 所以有完是照相辦理每個禮拜的看見服務 讓民眾監視出國的機會 當時也顧到平衡中部的健康 那自從疫情發生了以後 事實上健保署也是希望 我們繼承的醫療院所 盡量不要中斷原本的巡迴醫療服務 那我們也持續的加強這方面的服務 減少民眾在醫療需求的時候 不要再移動到醫院集中在一個大型的醫院 反而在那邊增加感染的風情 這個巡迴也會沒有 連三八年在華山以及國頭部落 兩個地方推行 以後解決到平衡中部的注意困難的問題 立川辦公處這邊 也要盡量提供一個舒適的環境 讓這個注意品質更加提升 我們國頭這部部分 非常的平衡 都有九十多歲的這些流動 有四十年 我們來這個國頭 讓我們老大人 關照老大人 讓醫療方面非常方便 我們活動中心 這裡也提供很好的環境 讓我們的村民 可以來這個活動中心這裡 順回醫療服務的目的 就是希望讓中部可以 就近的使用醫療主委 剛好也能夠符合現今的風雨規則 減少外出 大大間接觸感染的機會 我會記起來跟網上播的喔